宝马的混合动力跑车i8在两年前大放异彩 被宝马渲染成为一款不可多得的混合动力跑车 不止凭让着其科幻拉风的外形吸陷无数 还凭借着其优越的性能让很多蜜迷加价构置 但是i8的性能似乎没有达到宝马的理想程度 4.8秒的百公里加速似乎还不算是超跑行列 速度要求十分高的宝马似乎永远都无法满足现状 所以在基于i8的根底之上又重新设计了i9 这辆车将会越加奇迹 越加科幻 从外形上看i8外形奇特 一概家族式前列与外形 似乎是来自科幻电影之中的外形十分拉风 但是这种外形让习惯宝马作风的粉丝看来奇丑无比 在外形上创造F1赛车 去掉前挡风轮媒直接将前轮胎暴露在外面 家族式的中网也减少了很多 尾部外形同样逼格十足 同样是将后挡风轮媒去掉 断崖式的外形似乎越加库斯F1 4根22寸的轮毂似乎越加强烟 外形奇特的LED大灯将整车的个性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内饰方面i9充沛的全是电子的魅力 车内中控台大大小小排布着5块电子屏幕 还有3D投影道行 坐进此车就像坐进了科技感十足的太空舱 是够逼格的 宝马既然想起成超跑行列 所以在i8的根底上将会再次提出动类系统 i9将会搭载一台3.0T直列6缸发动机 电机系统与i8相同 发动机最大的功率480马里 两台电机最大功率130马里 综合功率为610马里 峰值扭矩为900能力 如此高的动力 估计i8的百公里加速为3.3秒左右 急速为每小时320公里 其真实的混合动力跑车竞争中 法拉利的拉法算是比较高端的车型 此次宝马i9似乎想要打造一台超越法拉利的混动跑车 不知道它能否完成这个目的呢 看完这台怪兽版的i9 你心中有何见解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